如果上一次拜六的時 假期有廟花 是發生複雜 做生幾十八的人中心 最小限的只有兩花 警方調查之後 現在是發現說 有一個紙巾裡面 找到黑色花油 也不是並沒有點杜花油的開關 現在時間拍公有可能是現場在賣燕花 燕花花塞落下來的點杜花油才會複雜 外東現場路蒼蒼 洪梭蒼來 都是屬於藥仔這些東西 環境上市檢查這張負責事故發生在十五百萬 那時尚價至少十八人 外幕懷疑是屬於官員規模 不過竟然使用刺激 這次採到的政府機器抓太刮皮 發現有消磚戒 也就是黑色花油的歡迎 擴片的一個紙巾裡面 有採集到微量的火藥的一個殘留成分 放炮了 有啊 有啊 有人放炮了 對啊 對啊 我們有人放炮了 後等去現場 約可以看到放煙火之後的分析 經方鐵鐵所在也許找不到 有多多東西 卡通海關這部內部主要零組織 推測部載的關係 放煙火六台造成的 在親集隊長 廟宏共町事情發生前後 自己的宮廟沒有放煙火 不過沒有辦法確定 其他優雄射放煙火 二十八上次當中七人斷衣治療 包含乎三個鐵皮 十八八十三歲 三個年輕 經過開樓 總統穩定 人在給予北方觀察 要做一些輕創的手術 可能一次沒有辦法全部清乾淨 所以有的要可能要清兩次或三次 廟宏表示 當年這群三人會繼續關心上架 今晚報載萬一 尊重慶豐最後的專業前程 無期待意見 記者綜合報道